在新竹市長林志堅的比喻通下 行政院長蘇貞昌來到新竹市的東門市場 參觀這座轉型中的老市場 蘇貞昌也讀參觀 聽取商家們的自我介紹 蘇貞昌指出 耳聞東門市場轉型很成功 是一個白天菜市場 晚上變夜店的地方 這次來到這裡 就是希望能夠聽取老市場的轉型經驗 今天我們在這個市場 就看到我們這間市場 把一個傳統的白天老市場 加上創新的元素 地方創生就這樣活化起來 就這樣帶來生意 帶來商機也帶來活力 那站在中央地方一條心 我一定大力支持 放心 好 把它衝我好 衝衝衝 這樣就對了 所以我知道 過去我到新竹來 是帶著祝福 帶回去很多共環跟美食 那現在我做行政院長 那就不是帶來祝福 而是帶來經費 蘇貞昌造訪新竹市 肯定新竹市政府成功推動 東門市場的活化 為地方帶來生命力 而蘇貞昌也強調 未來會繼續支持東門市場 活化創新 以及新竹市政府提出的相關建設 可是這一個市場其實在這近二三十年來 因為大賣場的興起 百貨公司 還有這個電商的興起 其實整個市場已經沒落得非常嚴重 那過去新竹市政府也想過其他的方法來解決 包括都更 但是他的產權的關係非常的複雜 所以我擔任市場之後 我就想說要先做馬上能做的事情 這個是蘇院長給我的指導 他說不論是A案B案 就是不能用拖延案 趕快今日可以做的事情 不要等到明天 新竹市東門市場過去是熱鬧的市集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 發展重心逐漸轉移 東門市場也經過好一段沒落的時光 自從林智健上任之後 希望以有效且積極的方式 活化東門市場 也讓這個老市場重獲新生 凱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